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平普族的证明运动经过三十几年的努力 在上个月终于获得行政院正面的回应 即将要用修法的方式给平普族人法律上的定位 为什么证明对平普族人这么的重要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要深入及被耍聚落 来一起认识他们的文化 首先呢我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东山 我们吉倍耍部落 吉倍耍其实不是正确的读音 应该正确读音叫做嘎巴耍 那嘎巴耍是西拉雅化 嘎巴就是木棉的意思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种满了木棉树的部落 所以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吉倍耍 吉倍耍这个部落在两百多年前的时候 因为班农政策 我们被清朝政府从这一个 现在的台湾市的家里那个地方搬迁过来的 那来的话也不单是全部都是骁龙设的 也有麻豆设的进来 大乌龙派设的进来 湾里设的木棉树设的进来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 单一个村设所组成的一个现代的部落 在日式时期的时候 首帆人口比例82% 是以希腊族的为主 所以说这边相关的文化就保存得比较好一点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大工县 也就是我们业绩的一个广场 你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写一个暗咒阿里姆 里面最高的神是属于暗咒 站下来才是阿里姆 所以中间这个是属于暗咒 两旁边两间是阿里姆 阿里姆是祖先的意思 为什么会叫一个姆 我们这边是属于姆系社会 所以叫做阿里姆 那其他的部落都叫阿里姆或者太咆 其实都是同样历史 都是祖先的这个祖灵的意思 今天因为是我们九月初是要一年一度的那个业绩的祭典 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那个瓶子装上的那个绿色植物 我们称为乙兴 学名叫做哲兰 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这个都是我们祖里面的人 他平常是供奉在家里面的 那到了这个祭典的时候 他会把他请过来 那一起来看热闹这个样子 是一年才一次的 所以今天就会有特别的多 那各位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瓦 有没有 那里面的水我们叫做 向庚子水 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的时候 我们会来这边换清 他就是把里面的那个泽兰 还有里面的水通通换上干净的新鲜的 那然后还有那个向庚 庚里面的水都是换干净 然后呢我们还要开向水 就是要念一段开向水的咒语 念完了以后里面的水就具有一定的灵力 那然后业绩拜祖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故事墙呢 他所画的就是代表我们这边的一些 对阿里姆的一些禁忌 就是曾经有一年 一个外地人他认为说阿里姆帮他赚了不少钱 理所当然的认为说阿里姆是神啊 所以我就必须带纸钱啊香啊来拜拜 结果没有想到他把那个纸钱拆开了 还没有开始点火 忽然间来了一阵怪风 把那个纸钱给卷上去 后来我们主人看到才跟他讲说 其实呢拜阿里姆是不用这一些东西 我们就只要槟榔米酒就可以了 再来这一个 就是因为阿里姆他很爱干净 同时呢也很喜欢安静 那有一些外地人呢来他不懂曾经有隔壁村的人来 他来这边工作然后中午在那边休息 平时找不到地方上厕所 在我们的大公邪附近随便尿尿 结果回家他就尿不出来了 但怎么看医生都不会好 后来他们他们村子里面的老人家就问他说 那你今天去哪里呢 他说我到隔壁村去了啊 那然后就把情形讲给他听 他就说你真的是很不应该 只好槟榔米酒拿着来向阿里姆赔罪 什么的 ok呢 所以这个挂的就是我们这一些的借记的问题 我跟各位介绍这一堵椅子的 它上面画的图腾的一些意思 这个讲的就是后来 郑恒公赶走了荷兰人 他从安平上来打 所以他对台南这一带的那个 西拉雅的民族算 算是第一个接触的民族民族 那然后他上来的时候 我们的主人就是 这边有一只眼睛 就是张大眼睛他在看 有了囤兵政策 他们想要在这边安居乐业 但是呢 没有土地怎么办 拿着他们枪 骑着他们的马 赶走了我们的主人 然后占据了我们西拉雅的土地 所以我们的主人就被追赶 那然后我们拿着这个弓箭 这个迪步过他们的那个武器的马 所以我们只好投降了 也没有想到他 居然对我们是这样子的无情 把我们的家也给烧毁了 所以我们的主人就干脆眼睛闭上了 也不想再看了 到最后就是我们的鸟也不再唱歌了 我们的主人也没有心情可以欣赏 星星月亮了 所以我们的心都碎了 所以他这一组所画出来的代表的就是 郑腾宫进来的那一段时期 我们的主人生活 还有他的那个心态是如何呢 你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最长的 我们的故事墙 你们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这个是十多年前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听了我们部落里面 那个齐老讲的一些开轨门跟关轨门的故事 所以他就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会有营业中 因为七月嘛 我们这边也是农历七月初一开轨门 我们开轨门会在迦南大镇跟龟崇西的交借口 那个地方因为老一辈的人都说 那个地方很不安全很不好 有一年齐开轨门 他这个小孙女呢 因为爱考个爱队罗 所以呢一直要跟着阿公去 他到了那个地方四开轨门 必须要念一段开轨门的咒语 念完了以后 那个小朋友看到了 一个光动出现了 那然后他发现了 有一只一只的小鬼都一直跑出来 手脚都长得很细 然后肚子胀得很大 然后眼睛大大的很红 那后来他回来的时候 他在形容给这个部落里面的老人家听 才知道说那个叫做水鬼 那一些通通都出来完毕了以后 那个光动又消失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开轨门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那个仪式 带着我们这一边去做部落里面文史调查 访谈其来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到这个部落 其实有很丰富的文化的底蕴 那从这边开始再发展去 怎么去教育孩子 在孩子的过程中发现说 这个孩子必须要有一些 舞台让他们发挥 让他们实际操作 比如说去访问老人家 听老人家讲故事玩 然后去画那个陶板故事墙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部落里面 到处就用那个陶板故事墙 那个是连结两代之间的那个情感 然后他画了这个东西以后 其实他的情感是不会断掉的 这些孩子都还会带他的朋友回来看 带他的男女朋友回来看 你看这个是我想什么画的 所以这个部落里面 就会有很特别的文化 可以继续再传承下去 再来7月29日我们会关鬼门 但是我们这部落里面的老人家 他把它称为怕恐疼 因为我们在关鬼门的时候 我们会有两项法器 第一个法器敲下去会有 空的声音 再来第二个法器会听 所以老人家都说怕恐疼 那我们在关鬼门的时候就是 首先是跟现在大公邪跟阿里姆 引爆完了以后 他就会带领着我们的族人 就是壮兵 他们出去就是绕着我们部落的外围四周 一路上慢慢走 一路上敲纳两下法器 空乡 这样子 一路上在村子部落的四周围 一路上这样子怕同乡绕一周 就是要跟这些孤魂野鬼跟他们讲 要开学了 不要在外面再继续玩下去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 通常信段在我们部落里面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他们以前算是骁龙舍的 那骁龙舍在我们Gabasak部落里面 算是最大的一个社群 那信段就是他们的祖先 以前在清朝的时候 就是一个当官的 所以他算是我们这里的旺座 这一栋房子大概已经有 将近90年的时间了 它里面所有的建材 在当时都是从大陆那边运过来的 而且你看它那些墙面的那些木头 都是属于湖州山 到现在都没有换过 当时盖这一栋房子的时候 是用了当时价值33甲的 土地的价值来盖这一栋房子 这个就是遗兴 你只要看到说 这边有种遗兴 就是代表他们家里 一定有公共阿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工械的其中一个 这个叫中工械 那我们每一个小工械会有一个 姓氏的族人来管理 那中工械它是一个理性家族 他们在管理的 那每一个小工械 它里面的格局都是一样 都有两间的格局 一间是属于阿里姆的 一间是属于巡查省的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看看它里面 两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它还是有差别的 那一间有绑猪头壳的那一间 是阿里姆的 这一间没有挡住头壳 它就是供供巡查省 那然后外面这一个 柵欄围起来的这个 我们叫做兵马 就是阿里姆他有一个 他的将军 他的将军下来有很多的兵马 所以我们这个阶级就跟得很清楚 那当然他的兵马还不够资格 可以进到我们的工械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边上面有一个主头 我们这个叫做跳桥 这个跳桥就变成这个巡查省 跟阿里姆沟通的桥梁 我们在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 这个管理的人家 他就会来换轻来换车 然后拿着槟榔米酒 来跟他行三项礼 我们老一辈子说三项 所谓的三项就是你拿着槟榔米酒 那然后槟榔拿起来 像阿里姆拜拜 然后看你要跟他讲什么话都OK 讲完了以后槟榔放好了 然后米酒在这个槟榔第三项 第三次 然后你再含一口米酒往前喷往后喷 这个就是我们老一辈子讲的三项 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他这边有写的 1624年就是荷兰人 上来我们台湾的第一年 当时其实他们主要是 有一些贸易的关系 他们认为台湾是一个 他们做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中继站 进来当然就必须要 跟我们的原住民主要好好的相处 不管是在生意上的往来 我们必须要写一些合约之类的 但是我们没有文字 他就教我们学罗马字 做罗马拼音 他这边显示的就是说 我们的主人还是跟荷兰人 他们是很和平很融洽的相处 所以我们还是过我们很快乐的日子 还是过我们的打猎喝酒的日子 那然后这边就有看到了 他们是来传道 那然后就会教我们试字 教我们学这个罗马字 还有看到我们的鸟 他们还是一样会唱歌 我们这边的动物 大家都是过得很快乐的日子 那然后接下来就是真成功那边 就比较惨一点了 除了做这个故事以外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部落里面老人家多了嘛 那然后大家来走一走走到这边 也许想要歇歇腿啊 那刚好有这个故事也可以做一下 歇歇腿 设计营照里面我们慢慢去注意到 大家在休息空间的环境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文化 导入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让这个空间更具有那个文化感 更具有那个主体的特色 除了是自己的人可以去享受以外 当外面的人来进来的时候 他会发现这个部落是不一样的 这个村子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把找到既有的休息的空间 去做艺术的改造 所以说你可以看见 在我们一些塑料的空间里面 都有一些木平台 当外面的人看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让他知道说 这个地方讲故事给他听 那里面有部落里面相关里 有一些文化故事 大家都说这个是一个敏式的建筑 但是其实它里面有西拉雅的元素存在 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墙面 是用竹子编的 只要是用竹子编的 这个工坊 其实就是属于西拉雅的建筑工坊 那然后它再配合搭配 闽南市的建筑工坊 两者合为一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下面这个 这个也是属于西拉雅的元素 以前的房子是属于高脚 后来慢慢的演变 然后经济情况比较好一点 它会先做一个土蹄 那然后把它垫高了以后 上面再开始盖房子 这是他们那个 他们这个家族的大处心 那然后你可以看他们里面的墙壁 就跟其实刚刚那个断星家族 他们里面也是一样 他们里面墙壁里面都有彩绘 这些彩绘都已经几十年了 这人说 监制工 什么钓鱼 什么鲤鱼水沙鱼 这就是监制工 这叫姜子鱼 我带各位来感受一下 这个三角地点 是我们这边部落里面 最强的 你们可以看看四周围 有什么 公乡 对 这是原住民的 然后你后面 这边又有教堂 西方的 然后你看后面 龙和寺 这是汉人的文化 你看 三种文化的神明都聚集在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的灵力是最强的 而且祭拜汉人神明的地方 不管是宫的或者师的 只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你们进来看一下 这边供奉的主神是清水主师 那然后来你们看 这边你们在那边看一下 不知道要这边 对 有供奉阿里甘 因为阿里甘是我们这边的主神 所以等于说你这些汉人 不管你再怎么样找来 你都是外来的 那他来他当然要尊重我们在地的 所以一定会供奉我们的阿里甘在旁边 曾经听过我们这边的那个 就是说这个汉人神明的那个 丹吉吉丹 他一丹起来他都会先请阿里甘 让他称呼我们阿里甘叫做大姐 是这样 大家看到了这边又有一个小宫蟹 这个是我们东宫蟹 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巡查审 他的巡查审我们叫做吉丹 听以前的老一辈子讲 他曾经现身过 而且只要是要抓 孤魂野鬼五行之类的 大家就会来这边 请求这位吉丹出来帮我们抓 所以我们在关鬼门的时候 从大公室 像阿里甘兵报完了以后 会再带过来这边 来请吉丹一起出来 然后把那一些通通都叫回来 所以这个吉白党它是最擅长 对于这一些孤魂野鬼之类的 大概在民国八十年代左右才慢慢 那个本土化运动起来以后 自己的人清觉到说 我们应该的根是什么 所以才慢慢去做这样的文化传承的工作 然后去做文化的恢复 那在吉白党还比较幸运一点 就是说因为祖先还算是蛮坚持的 把这样的性能文化保存的蛮好的 至少我们小时候到现在 这段时间 吉白党的那一种 我们讲的祖宁信仰 它其实是还是很坚强的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所以在整个文化的附赠上面 它当然就会 会比其他部落来得容易 来得轻松一点 这是我们的部落学堂 那在假日的时候 或者暑假的时候 我们段老师会让我们部落里面的小孩 来这边上课 学做一些手工艺之类的 学习俘语 都会让他们来这边参加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两个茅草寮 它这个是把以前我们的祖先 他们住的那个房子 那个亭子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懒人亭 也可以称为懒人亭 为什么 因为以前是母系社会 男生的主要工作就是狩猎 到了非狩猎起的时候 这些男人在干嘛 在家里主办带小孩 女人是专门下顶登座的 那他除了主办带小孩以外 没有什么事嘛 所以他们就会在一个这个厅子里面 喝酒聊天 所以就把它称为懒人亭 那部落人在发展 这样子的我们讲的文化观光过程 里面让他们有感 所以在部落里面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一定都是在地自棋的人 部落人当导览员 从青壮年的到大学生的到高中的 我们都有培训导览员 第二个 来这边都可以吃风味餐 再来就是手工艺的部分 比如说绣十字绣 我们就有传统图文的十字绣 让你去体验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带我家 再来就是农产品的部分 部落里面也自创一个品牌 叫浙兰米 最后一项就是住宿的部分 因为我们背后这一栋 楼房是我们 主里面一个阳性大哥 他捐出来给我们使用 那有简单的房间给住宿的 那因为我们这边交通方便 附近有一些临近的一些观光景点 比如说将来渡较村 关志林的温泉 冬餐咖啡 其实离我们都蛮近的 像微型的经纪人会带进来 人静人能够回来的话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集败耍业绩是平普族 希拉雅族骁龙社非常重要的一项信仰仪式 在2013年就被指定为 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文化祭典 在每年的农历9月初五来举行 这项仪式通常会在前一天的晚上 11点开始 一直延续到9月初五的下午 整个仪式的过程非常的宁静 但又带有一点的哀伤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镜头 一起去体会 欢迎大家也邀请各位好 到我们的大工县来看我们的业绩 一年一度的业绩 业绩跟相反的纪 基本上就是吉普少人的过云 其实业绩这个词是在民国80年代的时候 大概才出现的 以前我们播放里面之后被败低 被浩害 它在我们吉普少人的心中是无可取代的 它是跟祖灵下了什么样的愿望 有达成以后 你必须要去感谢祖灵 它是一个欢迎祭 在业绩之前几天开始 部落就已经动起了 必须要去做一些筹备工作 包括要去做花环 训练孩子跳签曲 妇女跳签曲 这个都要一段时间的训练 业绩其实它百天就开始了 就是祖灵人开始把家里面的祖灵品 你刚请回公圈里面去看这个闹 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祭坛上面是 百满满满的那一些祖灵品 但大概全台没有这么样一个地方 可以看得到那么多 希莱雅信仰的祖灵品 在一个空间里面出现 拜虎基本上它是一个 已经被学姐把它推翻的一个说法 因为它是看到我们操的那个虎 去做膜拜的动作 所以就要拜虎 用这一种外显的这一种行为去 取代原来的他种信仰的内涵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我们拜的应该是那个祖灵力量 祖灵力量是呈现在水里面 所以那个水相聚 是跟祖灵沟通的一个媒介 所以说我们是拜的在水里面祖灵力量 而不是那个瓶子 那个瓶子随时都可以换啊 当然信仰的意涵里面不是这么样用简单的一个行为 然后去南瓜所有的性能内容是不对的 晚上的时候 租都会进来到公隔壁上面 那当然就是祭司现在去点住 知道说这头租是谁家的 然后呢 先看会个酒 喷个酒 然后放在那个公隔壁那个地方 老爷爷有够一够 那一够有够 看着要先拜这 要拜这 等到11点还是要先跟祖灵禀告 就是说今天的业绩开始了 今天的拜地要开始了 每一个这一个还愿的人 必须要在贡献里面去散行 散行是我们的仪式的一种 就是要拜槟榔 啤米酒 然后跟祖灵讲话 这个叫散行 下一个正式的这个我们的业绩 那我们这么应该的 拜祖的我们的祖人 每一个人先到你那个相处前面 好像就听会 我们等一下在祭司会一个一个 问你还愿的原因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你们要记住喔 到你家户里面 把你还愿的这一个祖人的那一头祖的前面 把那一个酒翁要打开 拿开 百步 然后他会念一些咒语请神 跟祖灵讲这一封是谁 他要来还愿什么的 完了以后就是要盖百步 百步盖上去以后就是防止那一些猪 被其他的不是属于我们祖灵的一些魂 来抢石 蓋完以後就要敬酒 要敬酒五次 一次那間隔大概在15到20分鐘 敬完五次酒以後 還要進去拔杯 看看主人有沒有高興來點收這一些祭品的 如果說可以的話就出來 出來以後把白布收起來以後就要翻豬 肉肉杯 小杯小杯 小杯 咱們要來拔杯 三次都是小杯 所以表示今天我們阿尼百人很高興 來 到平地的咧 好 先依拉 咋咋 然後翻豬的時候 助理祭司他就拿著刀子 在豬的身上去畫一下 代表那個刀子是一種點收的動作 然後翻完豬以後 大概就是還要把那個豬頭 豬尾巴內臟給拿下來 那一天半夜的時候叫祖壽 祖壽以後隔天早上再去公開拜一次 那個叫現完尾 是整個這個拜祝的儀式才是完整的 好 主拜完以後就是千曲 就是… 對… 對… さあ 君が自我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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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を自我に 君が自我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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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阿公那個年代裡面 他們男的生父女有三個 女的有一個 2000年故事 李仁記那個安依 在前一陣是我的外人祖母 他過世以後 其實這個李仁記昂宇要接的時候 是由這三個男的祭司先代理 然後他們三個再慢慢去觀察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是 我們祖靈指定的這個昂宇 然後還必須要有一些 我們自己的人去教他東西 不可能說身邊指定 你什麼儀式都會處理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的培養 那2000年這個李仁記昂宇過世以後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就比較慢 媽娘 媽媽的 民家的 我們一味就是腳步生要嚇一跳 來看後節就會起起起 阿翔為什麼腳步驚坐坐 怎麼會是誰 這樣唱歌不得不亂 他在控制他的節拍 你沒看到他在走 在唱一段到台 他到台就停 那就是在控制節拍 我的環境由新雕到古雕 因為新雕是真正的氣勢 在土塑那裡傳回來 我現在看就是先新雕 還有古雕 新雕有10% 古雕有17% 應該是還有很多 找不到的 有那個流石 一到台去唱到這裡 以前就是三年後 都沒空吃 現在就向上天 來求說 讓我們這裡的證明 有一個飯吃 求到會這樣靠 大家要有飯吃 當然會很相信 他在外面都會這樣說 外面都會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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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聽一個 85歲 他那時候還沒過王 他就說 你們都帶來餓 很久 那個美食 裡的這裡 都會這樣做 好 那時候 第二時間 就是八二十三五 開場 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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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了 就變得這樣的 地匯就是有某種因素 來這裡求我們的老闆或是老闆 要出手做一種的文化交流 來勃勃勃勃 我都OK啦 我就這樣說 那簽曲裡面就是 大概有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簽完曲 然後也是要跟主人問問看 他有沒有高興了 高興了 點收了 那就可以結束了 下海最主要是在紀念當初渡海來台的主線嘛 就是說傳說我們是從一個RBR的地方渡海來到台灣 有一群人因為在海上遇到風暴以後落海沒有上岸 有七個 所以說我們早期都會講說 這一天叫做七神船破遇難日 那會去海邊舉辦祭典來祭拜這些亡人 還有對於海邊的取海水灰的部落裡面 各社都有這樣的一個傳說 那個浩海的過程裡面 大概都在下午的時候在農田農路上面 主人就會去搭飯菜 到那個農路兩旁列隊 然後祭拜祖先 會在那個農路上設一個臨時的祭壇 然後把家裡面的祖寧品帶過來 就是那拜飯菜的人還有工獻裡面的祖寧帶過來 先開箱 晚的話還有一個小朋友的籤曲 在那邊的祖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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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祖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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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阿彌陀佛 牽血的過程裡面就有一些人 就莫名其妙在牽血的時候 他就有一些靈動的現象 因為我也是祭司家族的孩子 我也是算是我們部落裡面的助理祭司 我們的階層只是阿拉格而已 我去看的話那一些 基本上不是我們的助理 那是外面來的 可能也想要來搶這個地位吧 像今天裡面在那邊 牽血的時候在那邊喊的 他那些現象不高興的情況是 大概都是透過最主要的那個神之針 比如說阿彌四高八頭 他接受到訊息是不好的 他才叫他再重新再跳再唱嘛 那不然就是去寶貝的時候 一直寶貝寶貝 要被祭司不高興 但是這樣的情況會比較 我們會比較相信 這是綿色的事情 他為你所需要的話 怎麼會比較難看 你要怎麼會做 他會這樣對嗎 他會這樣 arise 是嗎 他會這樣 他會這樣 想服人 來自然 再會這樣 還會這樣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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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曲玩 小朋友就是要踩輕走向 要有一個賽跑 等下要跑的時候不用跑到一塊 跑到前面那邊 有個三角堆有沒有 不用走 用半跑 剛才有講的 把一個樹葉回來 不用像這樣子要跑那麼快 在祭典儀式裡面舉辦的相關的賽跑的儀式 我們就都有一個向 所以我們叫走向 在幾倍耍變成一個濃縮的迷你板 以前就是這樣可能要跑很遠的 可是我們就 因為小孩子嘛 就跑遠方去摘一個葉片回來 那是代表性的這樣子的一個儀式 然後跑步給你們看 碗的話就是點飯菜 把那一個飯在上面 插在酒瓶上面的那個甘蔗葉 然後象徵性的 往上抽再抽一下 那就是 這個結束完 那就整個小孩子就結束了 小孩子會比較短的時間 那有簽局 拜訪才這樣 那大概都在一個小時左右 那大概都在一個小時左右 那都在一個小時左右 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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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虎族群是一個包裹式的一個 族群認定 它必須要面臨到很多各種不同 平虎族群的聲音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二條裡面 就寫得很清楚 平虎 自由地區 平地 原住民立委 三地原住民立委 各三行 就沒有提到所謂的平虎原住民的 這樣的名詞 中央我們不能選 地方我們可以寫一個叫 平虎原住民的議員 那2016年立委改選的時候 我們這一批熟番的後代 我們要去選誰 你政府剝奪我們的被嫌疑權 我們是要選平原嗎 選漢人嗎 好奇怪 完全不是 對不對 對一個族群是一個很調味的事情 其實政府如果說 它比較遠大的眼光的話 它是應該要透過這一次平虎的一個 取得法制身份的過程裡面 去重新思考整個台灣的原住民政策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接下來我們要到 幾倍耍部落隔壁的太康社區去看一看 這裡有一座廢棄許久的水利局工作站 最近被一群返鄉的青年看中了 然後他們將它改造 重新賦予了新生命 他們說希望在這裡 創造一加一大於二的價值 為什麼是一加一呢 接下來我們就透過鏡頭 一起去看一看 歡迎來到太康英山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在這邊做些什麼 這棟房子它其實早期是舊水利工作站的 1957年的時候早期的功能就是 調節這邊的水利灌溉工作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的一樓是共通的 可是它二樓是分成兩個區塊的 那左右兩邊都有照 我們來看一下 像大家看到這個照 就是以前他們工作人員在這邊駐守的時候 他們煮東西的地方 你會發現它沒有煙軟弓 它煙軟弓在哪裡 它煙軟弓在我們的外面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我們的煙囪在哪裡 當初這棟房子在設計的時候 它其實有很多的巧妙點 我們剛剛的罩口在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它以前的煙囪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這根柱子為什麼有一個洞 這個洞到底要幹嘛用 然後後來再整理整理 然後發現那邊罩口有個洞 剛好通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來想說 原來這邊是當初的煙囪 所以它兩邊都有這一根 它算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巧思 把它直接做在一起 這個地方它整共的面積 將近1047平方公尺 等下說看差不多一分多 它這個房子佔地 其實大概只有70幾坪 行上的空間都是做陸地 早期他們牽走之後 這邊都是種鐵黎巴圍起來 那後來社區就跟水利會去做爭取 然後後來水利會也同意讓他們做綠美畫的動作 那那時候我們了解這段歷史之後 我們就跟呆介俊明社區單位在講說 你單純就只有做綠美畫 可是用廢棄的房子還是在 那我們就想說 好那由我們來成都下來去做活畫 我們那時候就是跟我幾個朋友回來台南 然後想說 我們能不能透過我們以前在台北 在其他地區工作的一些經驗 那回來自己的故鄉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總要有一個開始的根據地 就在社區的帶領下就認識這棟房子 剛好再符合在我們在農村的區域想要做一些 魔化的一個想像 那就想說好那就來開始進行這件事 整理的過程當中啊 發現說這棟房子有很多設計上的一些巧思啊 像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天花板 我們會覺得好像會比一般的房子的 早期房子的挑包效果更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它也是做了一個建築商的手法叫擺樑 它擺樑之後就會把我們一樓的天花板變高 那也就變成說我們的二樓空間這裡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樓塔板這邊會比較高 然後正常來說我們如果把它加高 應該會有踏階 但是沒有它就是做這邊的動作 那用意我們在推估當鋪在設計上 它的想法一定是想說 因為我一樓是辦公空間 所以我進口讓它能夠有挑高的感覺 讓它空間能夠開闊 所以我才會做這樣子一個設置 你現在看到的天花板是好的 可是其實我們來的時候天花板是破的 然後有一些行架其實都已經鑄掉了 我們並沒有把它用全部都拆除的方式 我們保留它以前的那個行架 比較完整的結構 大樑的地方都把它留著 這些行架都還是台灣很好的 那早期的檜木這些這種木料 那你如果把它拆掉了 這些東西就沒有了 或是說你把它遮起來了 大家都看不到 就把它掀起來 第一個空間變高了 它的通風性也比較好 再來就是人家視覺上也不會那麼壓迫 對再來就是你又可以看到以前早期 這些師傅們在做這些工他們的技術 這個工作站的空間它已經沒有水利功能了 那我們怎麼樣繼續用換新的生命去繼續走 讓我們一樓空間我們合作農產品的展獸 去維持這棟房子的營運 那二樓的空間我們把它分成幾個隔間幾個隔間 就可以讓藝術工作者進駐來做這邊 他來做創作 甚至他把他的產品帶進來之外呢 他也可以教在地的居民做不同的事情 例如教人家做繪畫 做甚至手編織 什麼都金屬的金工編織 就是包括小木座 也就換句話講說 他就變成還是他以前是工作站的樣子 只是他不是只做了水利這件事而存在 他是為了在地這件事情而存在 那為什麼要叫太康113 是因為地名在太康 然後這個門牌號碼 他是太康113號這裡 他就等於是1加1大於3的概念 就是一群人一棟房子 就是想要期待帶來人 故鄉土地三方共好的一個想像 透過不同的思考跟角度還有創意 去讓這地方有不同的發展性 產生的效果 絕對會比1加1大於2這個東西來得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洗石子牆面 大家可以摸一下 現在建築蓋起來的西吉拉 也有在用洗石子的方式去做建築 可是他的面的碎石頭是比較圓的 那這種比較早期的 才會有這種粗粗的感覺 你會發現他就是以前那個歷史的痕跡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女兒牆 現在我們建築法規都規定要110 可是這種女兒牆都很低 那就是他早期在做的時候 都是用這樣的手法去做 那覺得其實還蠻漂亮的 像這一個啊 為什麼兩個之間要用一個腳矮牆遮起來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是要拼這種房子的結構 當初我們還想說是不是可以打掉它 後來才發現不行 這個打掉會影響它的結構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 那後面也有一個 我們的這個地方的存在 其實很多在地的居民的幫助之外 還有跟我們的農民朋友們 其實都有一些連結性 所以我們前段時間也搭了一座窯 跟灶在我們的板車上面 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古早的形式的窯 那我們為什麼會把這個窯跟灶 搭在這個車子上 其實需要能夠把消費者 農場農地結合在一起 那既然是這樣子 那個窯跟灶 它就一定不能是固定的 像這個可以拖曳的 它以後就是搭在我們的車子後面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到哪一個農場 去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拖過去 那就把它架在現地 讓民眾去使用 這個空間 其實它一個想像就是 食跟農這件事情 我們多數人去買東西 變成餐桌上的餐鳥 可是也不認識這些人 那我們想要透過活動的方式 把人帶進來 除了去體驗農村 除了去體驗不同的 像我這邊辦過的 在稻田裡面看的畫展 音樂會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 有其他願意進度在這裡的工作 或是你有其他技能的人 你可以來到這個區塊 第一個 一來可以刺激這些 當地的軍民 他們有不同的思維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是 讓農民的產品 變成直接煉菜餃 讓來的人吃到 可以讓農民可以消費的增加 其實我們這個團體 有點類似像色氣的概念 那既然是色氣的概念 你應該要努力的朝向 自己自主的方向去走 多數的民眾都會想說 我們這個地方需要活化 需要帶來新的契機 都需要政府去做 資源的投入 但是其實改變一個區塊 也開始不是錢的資源的藝住 而是人心思變 願意去投入這件事 政府的資源也沒有那麼多 我們不要一直只把希望 寄託在政府去做些什麼 而是我們開始願意去 為這個地方做些什麼的開始 畢竟我們又不是說 有雄厚的家庭財力背景的人 對我們其實都只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然後也沒有政府資源藝住 更別有什麼財團的支持 然後我們是想說 用自己去跟農民合作 然後賣農產品 然後自己 加上自己的一點點的存款 被錢追著跑 是永遠的事情 曾經也是很累啊很忙啊 甚至很多壓力 再放就沒啊 對啊 你還有一個人在堅持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這就是很棒 大家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合作農場 那這邊是完中的農場 它種植的是芭樂 那我們現在就請完中來幫大家做介紹 嗨 大家好 這個我們這邊是在後壁 這邊是我種植的珍珠芭樂園 它面積有2.6分這樣子 主要的話我是採取草生栽培 草生栽培的話它除了可以含養水源之外 它在這裡面的菌象 也會相對是比較好 那對於果樹的生長 跟它的營養的吸收 上面都非常的有幫助 這樣子 芭樂來講的話它其實一年四季都會有 但是太熱的話 其實它長得相當快 而且它的病種態更嚴重 你必須要使用更多農藥去防治它 以我都會集中在秋冬 芭樂它喜歡溫差大一點沒關係 它的水果會更好吃 果實更好吃 天氣冷它的病種態相對就比較少 它的藥量使用是比較少 這一塊其實是 盥形的很方法 那你怎麼去做去的 我們圍一個簡單式的籬巴這樣子 那假如說它有噴藥的話 那我們在採收上面的話 我們就會多注意 要避開那個時間 包括我們自己雖然說 我們是也有用藥 但是用藥部分我們是採取安全用 我們都會去諮詢 然後在它安全的範圍之後 我們才會再來採收這樣子 那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芭樂這個作物比較特別 就是說它是有套袋的 所以它本身它假如是噴在它的田區的話 我們芭樂它不會有立即的受影響 其實珍珠芭樂的蟲害還滿不少的 甚至還有鳥害 我還是屬於比較讓它自然的方式 就是共生 因為我環境好所以它才會來這邊 因為芭樂好吃所以它才會來 但是它吃總量就不過那幾顆 那就讓它吃吧 所以下面現在這個都死了嗎 鎖到這處整個全部底下都是洛果 都過後取私有 大概有一半 一半以上 這些有想說怎麼辦嗎 我們還是必須要先把這些洛果清理 然後修枝做防治 鳳栽鍋它其實它的品質上會有些受損 其它的果實可以留的 我們就是適度留 栽果的時候我們還是會有所選擇 像這個 這個我這樣子看整個好像是完好的 所以我踩下來 我就先看地頭 假如地頭完全就不行了 那我就完全不會去踩收它 那還有另外一種的話就是 它假如是成熟 我會先去做一下篩選 我會直接在這邊試吃了 那大概是我試試過 這一顆的這個狀況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我其他的 我就再稍微篩選 但是這可能會需要一段時間過後 那才可以 果樹才可以慢慢恢復 對消費者來講 他買到的是貴的出國 而問題是整個市場 它的產量是低的 對農民來講 你現在市場價格上是高的 我實際上我沒有什麼產出可以供應 對我自己損失也很重 說實在話是平衡不會很好 我們跟農民之間沒有在講價 你給我的價錢 我就是這個價錢 然後我們就用這樣的價錢 去這樣的價錢做預購 比如說假設你今天給我的是一斤一百塊 那我們就是四成 那四成包含什麼 包含運費 包含了訂單圖 包含了包裝 那就剩下就是我們 投入在這個地方的空間的運用 對農民來講 它的好處是 把它們的價錢 把它拉高 就是說讓它應該得到的價格 而不是傳統盤商來 我喊到 今天我們來到東山的一片檸檬園 那種植這些檸檬 就是我們的東山金城湖 大家好 東山金城湖 歡迎來到黑吉桑的檸檬園 歡迎大家一起來品嘗檸檬茶 先擠的 先摘的喔 現在帶大家到檸檬園去摘檸檬 我們看到這一片茂盛的檸檬園 摘檸檬的時候要小心喔 因為這個檸檬全部都是刺 然後摘檸檬很簡單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 然後像這個檸檬它就會有這樣乾乾的刺 它整身全部這裡都是刺 都會刺成這個 摘檸檬的痕跡 我們比較心痛的是 這次風采造成在我們園區家整個的落果 這才是真正讓我們不捨的原因 我們這裡採放的是 除非說擋到我們的路 我們才會稍微略做修剪一下而已 因為我們的環境是自然放任的 所以我們裡面是有很多生態 做這個烏龍藥的檸檬 我們也是會很漂亮 我們家的檸檬齁 不像外面的會那麼綠 我們家的比較偏滑 但是這也是造就它皮薄的原因之一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檸檬進來 就像一個隧道師一樣 因為檸檬它要日照比較充足 它就會比較綠色 然後它這樣遮蔭的環境下 它就會比較偏黃 然後我們家的檸檬用萊姆交接過一次以後 再交接在苦柚子上面 所以我們家的檸檬聞起來會有柚子的香味 所以我們家的檸檬就像咖啡一樣是三合一的解體 然後通常我們會剪這個檸檬來做清潔劑 然後做完清潔劑那個渣 我們再用糖蜜把它淹死來 讓它回歸到這邊 然後回歸來的時候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 就會變成我們這個很漂亮的有機土壤 對 然後我就放在我們的樹頭上面 落葉歸根的這種概念 檸檬喔 你只要剪掉旁邊 它就會長出這個新的側芽出來 然後這個側芽 光是葉子就很香喔 這樣再一片 然後我們這樣稍微輕輕的揉一下 很香 所以可以拿來做那個精油對不對 它從土嫩芽到長成這麼大顆的檸檬 大約是四個月的時間 我們春天開的花 長的嫩苗 在夏天結果會比較多 這也是我們檸檬在夏天盛產的原因 然後在春季冬季這一段會比較少 是因為冬天比較寒冷 影響它的生長 所以導致它冬天的檸檬分比較少 我們採收完檸檬以後 我們現在就來搶用我們的檸檬 切成薄薄的一片 然後這樣 直接拿著在手上 然後我們先拿起來 看一下我們花的透光 檸檬汁還會滴起來 然後我們慢慢的放到嘴巴 整片塞放到嘴巴裡面 然後先把湯汁吸乾 吸完湯汁以後 我們慢慢的去咀嚼它的檸檬果肉 你會感受到檸檬皮 帶給我們的檸檬精油 然後那個白色的部分 你的微苦苦澀 然後到最後我們整個嘴巴 是會回甘的 感覺怎麼樣 不會好甜喔 我們檸檬是唯一可以這樣當水果刺的 然後我們就切個兩片 直接倒到我們的這個場所 當我們摘完了檸檬 喝完了檸檬以後 不只這樣喔 即被甩的黑吉桑 還要帶大家到一個 屬於即被甩人才知道的秘境喔 這麼多 Go 來到這裡的地方叫做鐵桶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那個烏湯汁水庫 然後嘉然大峻横跨這個 集水溪上面的 所做的一個鐵橋 然後這邊的水非常穿緊 大家可以看到喔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鐵桶橋的出口 你看這個水流 有千驚萬馬的氣勢 然後這是我們的嘉然大峻渠大 然後我們往橋上這邊走的話 可以看到漂亮的山欄 還有我們的日落的景色 大家跟著我走這邊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的鐵桶橋 也是即被甩 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秘境 我們可以來這邊看日出 也可以來這邊看日落 從平埔族的即被甩部落到太康社區 我們看到地方非常努力的 想要把傳統文化給保留下來 也看到活化農業社區的具體實踐 人們一步一步的建構 人 互相跟土地 三方共好的環境 在很多台灣被遺忘的角落 這樣的努力 正等待著被發現 感謝您收看這個禮拜的節目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再會 再會 我們下週五月 下週五月 下週五月 還有一期 我們下週五月 下週五月 下週五月 下週六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